好了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 今天呢是2022年8月5号星期五啊 呃我们8月份呢是怀着美好的期待啊 过一天就离希望更近一点的啊 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啊 幸福等这么一个状态 今天给大家相较的标题啊 叫节后余生金回头啊 看就是纯聊天的啊 纯闲聊的啊 有感而发的啊 开头呢给大家发了三个截屏啊 这个是来自抖音啊 你们有抖音的可以看完整版的 就是前段时间谣传跑路 跑路之后又现身说法啊 今天今天他自己啊 不打自招的啊 说了他是怎么骗人的啊 就是个窄山英老师啊 窄山英老师 这个呢 他好像也曾经讲过一堂课啊 他当时很表面的啊 关于B的他讲过PT啊 当然是赵班赵超英武学舌啊 媒体上那么讲他就那么讲啊 他可能没有研究过里面啊 没有深入研究啊 另外一个呢 他还涉嫌啊 不是 应该造了个大谣啊 就是他说的 中国那些有几 几万个 或者更多的比特币的人啊 都被 被国家盯上了 打过招呼了 不许跑路的 那他自己都跑路了 是吧 那是明显属于啊 妖言惑众 挺有意思的 啊 我们我最后 为啥说他是良心商家呢 他从他这个视频看 他确实啊 惹事了啊 捡了钱了啊 跑路了啊 跑路之后呢 自己又注册了号啊 他当时跑路的时候呢 他的所有的抖音号都注销了 都注销了 啊 啊 同时呢 有很多话过来揭露他是骗子啊 那么现在在他自己正式的开播啊 认领了很多啊 认领了很多 同时也在对受害者也好啊 吃瓜者啊 现身说法啊 但是好奇怪 群里居然有一个小姐姐说这样的良心商家再多点就好了 我的天你是吃亏上当上瘾还是怎么的啊 我希望这样的人不要太多 希望 更希望我们自己啊 不要再上当受骗 不要再当韭菜 他出去 他已经得手了 还在炫耀自己的武功 对受害者 并没有实质性的 比方说 骗你钱是不是应该还你钱 骗你钱 得手了 不闭嘴 还在对受害者 冷嘲热忽 这种嘴脸是让人讨厌的 前前段有个 有天直播也提到这人啊 我我的标题说的是啊 他伤害了你还一笑而过 这样的 挺可恶的 但是他确实是把一些套路啊 讲明白了 比方说今天 他讲的是这个什么股权私募基金啊 股权私募基金这个骗局 是他自己设计的啊 他认领了 揭露了啊 这个我们今天稍微的讲一下 所谓的股权投资的问题啊 也算是跟各位交流一个金融专业话题 因为在区块链之前的时代啊 还没有区块链的时代啊 广大的中产 有两句话吗 中产死于区块链 富豪死于股权 这这个话呢 不是说中产都是被区块链坑的啊 富豪都是被股权坑的 不是 这这在语文上叫护文 他说的是中产和富豪都会被 区块链股权投资 所骗 所坑 如果你没有被坑被骗啊 也不要高兴 太早 希望啊 能够在这么多血淋淋的事实 发生的同时啊 你作为一个探客 能吸取一点 能给自己敲个警钟啊 以后遇到这事啊 这是骗局 别别碰啊 起到这么个作用 因为呢 我也是见到很多的PT的滥友啊 就交流我们闲聊的过程中 很多人会谈到 我怎么进到这个圈子的 在此之前 我我栽过什么坑啊 这个共同话题在这 我们有些人啊 PT的有些人是以前也投过所谓的股权的 哎 最搞笑的 现在有些人还在投类啊 再次的 希望长沙那些老哥老姐们啊 所谓的纳斯达克的 能抽身 早点抽身出来 能撤早点撤 保持警惕 金融不是那么简单的啊 这个 翟先生说的这个股权投资骗金 当时 这种广告很多啊 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公众号自媒体啊 也有这个题材的 但是他少多了 可能是啊 该骗的都被骗了啊 大家 这个这个用烂的招数不灵了啊 所以没有市场了 再加上这位翟山言同志啊 骗了你一笑而过 然后告诉你 哎 这是个骗啊 又可笑又可恨啊 那么当然 恨他的除了被他骗的 还有跟他一起骗的同伙 不是吗 他设计的课程 挂着北大汇丰商学院的名义 对外 挣钱呀 挣了钱 然后他他跑路了 他那些同伙呢 那同伙想继续骗呀 结果他出去把这个套路揭穿了 他不就成同行是冤家吗 他把这个行业也灭了呀 那那些人恨死他了啊 跟他一块 一块忽悠大众啊 我们说这是一种高级智商税啊 很多 就是我们P 我们PT是个很有代表性的 一个社会现象 很多PT人啊 曾经和现在都属于这个中小企业主啊 小老板啊 或者小中产啊 PT回来是大家的运气啊 这绝对是个非常偶然性的特殊的一个结果啊 你不能因为他回来就掉以轻心 那么所谓的股权投资啊 顾名思义啊 他是用钱去买那些没有上市的公司的股材 然后等上市了之后 把它卖掉套现啊 这里面首先一个不良的预期 就认为他上市了就能涨啊 首先认为他能上市啊 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啊 中国人把上市等同于发大财了啊 这是因为中国特殊的股权市场决定的啊 一个公司上市了 只是证明他的运作 可以公开化了 他的股权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 自由买卖啊 符合国家的法律了 完全不能跟赚钱花等号 我们看到 深圳市场 上海市场 我们说股票市场啊 目前两个啊 未来还有说北京交易所啊 不管是主板还是中小板 难道是所有的公司股票都在涨吗 所有的股票 所有的时间都在涨吗 显然不是的吧 那些上市公司半年公布一次 你半年报 一年公布一次年报 都是赚钱的吗 显然不是 对不对 这应该是常识 为什么很多人对股权投资趋之弱乎呢 不就是像展山英这样的人啊 给你天天打鸡血 只给你讲那些成功的例子 啊 这个公司原来几块钱 上市之后翻了几百倍 是吧 是不是跟很多人给你吹某个币的时候的套路 是一模一样的 这叫暴力诱惑啊 他讲的都是对的 确实啊 比如说 最常被举例子的 马云的公司啊 其他的一些好的公司 但是他只讲好的 只讲个别的 让你产生个不良的想象 哦 一上市 他就会十倍百倍的涨 这是你想出来的 但是是他的套路引诱出来你这个逻辑陷阱的 是吧 很多人也讲这个币 哎 我这个币要上BN的 要上火币了 哎 他潜台词 不就是上了BN上了火币就会涨吗 有时候他就明白的告诉你上BN就会大涨特涨 是他讲的 是他讲的 然后你相信了 然后你掏钱了 然后一上市 他就归零啊 割韭菜啊 这种事情不是发生的太多太多吗 说究竟是骗子太高明 还是韭菜太傻茶呢 我想是见而有知的啊 尤其在区库量里面啊 我说区块链是迄今为止啊 他需要的综合知识是最多的 你得懂点技术吧 区块链的底层 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 什么叫做数据库啊 什么叫分布式记账呀 什么叫这个协议那个协议啊 什么叫做零知识证明啊 哎 是吧 一头雾水 对不对 什么叫非对称加密啊 为什么 非对称加密啊 这些具备这些特点了啊 刚才讲的这些都同时要具备啊 他就是一个 自带信用的 不需要第三方背书的 一个数据流通的网络 我们把他把他叫区块链 因为他有信用 他就产生了机器信用 他就有金融属性 在上面发一个币 不需要第三方背书 是吧 他就有了金融属性 就可以去投资 就可以炒作啊 就可以拿来做支付等等等等啊 那是延伸的功能 为他当这种信用扩大足够的人认识他 了解他 如果区块链有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共识 啊 共识 让这种共识迅速的传播啊 他就引进了各种 我们叫C 叫模式吧 啊 叫模式 有很多的模式 就是我们做直销啊 做营销啊 多层营销的翻版 从他的形式上看起来很像CX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 我们说这个游戏啊 我们把它笼统的称之为金钱游戏啊 在这个全过程中 他能保证你一定挣钱吗 谁敢跟你保证呢 但是发生过的事情 是有很多特别挣钱啊 人类有史以来 特别挣钱的一个行业 让人产生这个错觉 让你忽略了 也有很多不挣钱 甚至赔钱 甚至被骗钱的例子 让你主动的忽略了 这完全是啊 不完全 有一半是这骗子忽悠 另一半的怪咱自己啊 毫无防备之心 毫无思辨能力啊 分不清真假啊 按这个摘沙银讲啊 他讲这个股权投资 他们 他们是搞个积极啥意思 就是这学员来报名 学他的课程 他去讲的股市啊 讲股权设计啊 正好那个年代啊 很多小老板们啊 我们就老百姓 所讲的小老板们啊 手里有点闲钱 想用钱去赚钱 自己也觉得自己这方面知识不够 那就花点学费 学一学 这个愿打愿啊 暂时是无可厚非的 就好比你们 花个几百几千 去我们吃快点人们 王老师呢 就学点专业的 提高一下自己啊 这无可厚非 然后呢 展山英 给这学员设计的一个产品 叫股权投资基金 啊 我不要学一支用吗 你看你老师讲那么好 哎 一定能挣钱 把钱交给他啊 让他去帮你去买股权 然后呢 也许买了 也许没买 反正你的钱交给别人了 反正现在展山英跑路了 他不但是卖了股权 还据说还卖过币啊 自己设计的币啊 那那肯定能跑路啊 不跑警察随时抓抓住他 是吧 明确在中国是违法的行 你说股权投资吧 像展山英这么高明的人啊 可以让你在法律上抓不到把币 那搞币 发币的明确违法的啊 不需要把币啊 他所以就跑路 我们想说啊 股权投资 展山英这种操作是涉嫌违反什么法律的 他会有什么罪名呢 第一叫非法机制啊 他不具备 收N多人的钱去进行投资的资质 在我们国家 一定是有牌照的 证券公司啊 理财公司啊 基金管理公司啊 他才有资格向普通老百姓 收钱 啊 请注意啊 如果他没有跑路 你现在去告他 就告按照非法机制 或者就告诈骗也行啊 非法机制 管理上也是诈骗的一种啊 叫金融诈骗 对不对 第二个 他利用了人们的一个知识缺陷啊 对行业不懂 另外一个主要是金融的常识啊 股权不等于挣钱 股权不等于必然挣钱 甚至他有很大的风险 就像正规的 你说啊 不是翟山一卖的 是个券商啊 比较中性证券啊 他里边有个 他代销的基金产品啊 这个基金会投在哪里 未来要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股票 你就买了 如果买了 这个基金又下跌了 你受伤了 这个这种游戏里面 你属于啊 被风险了啊 这个这个损失你完全自己承担的 完全自己承担的啊 同样的事有不同的人干 就不同的结果 跟水平都没有关系 这个法律 也就是你从中性公司 他有执照 他有基金销售 他有基金销售的那个牌照啊 他的工作人员也是合法合规的 给你推荐了有风险的金融产品 结果那东西确实全军覆没了 他买那个股票崩盘了 你受到了损失 你去告警察 警察说 人家没有违法啊 这是这是你投资 要自己要承担风险的 但是如果这个事是窄山鹰干的 你告一告一个准 因为他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啊 包括啊 如果展山鹰发个币啊 因为我们国家发币 就ICU来说啊 2017年9月4号文件出来之后啊 你在国内发币啊 那就是等同于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诈骗的一种啊 老百姓虽然知识少 但也不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是吧 不是这么你来顺受的 对不对 我不懂这个是非法集资啊 还是非法经营啊 啊 还是什么什么 我不需要懂 我受害了 我就去告他啊 你这个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啊 为什么大家认为这个股权啊 股票没有上市的买了就能赚呢啊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种特殊的金融制度啊 什么叫特殊金融制度 就是一个公司能上市啊 基本说明公司很优质了 虽然说公司上市不等他一定能赚钱 一定天天挣钱啊 因为他有好有坏 也许刚上市的时候 包装的很好啊 股市上这个老股民都懂啊 上市的时候 他是很华丽的啊 包装的很华丽啊 把很多业绩都注入了 这公司很很牛逼啊 让大家对他未来充满了期待去买他的股票啊 刚上市也涨涨啊 很多人去高位就买 买了之后他跌跌不休啊 包括我们你说中石油不好吗 中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啊 为什么买他股票买了现在还套在手里面呢 哎 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来说啊 上市公司属于稀缺资源 上市资格是很稀缺的 你能买到大概率是挣钱的 没有上市之前 你如果能买到了大概率是挣钱的 确实有这个现象 很多人要去赌一把 这仅限于中国啊 然而我们又忽略了中国的一个现实 中国啊 我们有特色的国家的金融制度是什么样的 越优质的越稀缺的资源 老百姓是够不到的 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臭钱 你就能买到 阿里的股票 还想买原始股 买不到的 谁能买到 自己想 阿里上市之前 阿里这次是因为马云乱说话 让他暂停了啊 但是同时大家忽略了一个新闻 是吧 杭州市委书记还是什么啊 杭州的几个官员啊 因为马云上市事件啊 连国端了 对 比方说啊 这公司在杭州的 他要上市了啊 你是杭州首富啊 你不一定买到这个公司股票 而如果你是啊 刚才我们讲了啊 市委书记啊 国资委书记啊 法改委主任的 七大国八大姨啊 人家会给你送这些股票 这个不用讲吧 这中国 我们像一个成年人 这些都属于社会常识了啊 是有些人 比方说窄山鹰 之类的 告诉你 哎 我跟他们关系结业 我这个那个啊 我帮你买啊 是吧 我就是白手套啊 是吧 老百姓都懂啊 书记们可以买 我们老百姓买不着 但是来个展山鹰 展山鹰给你 晒个照片 你看我跟这个书记 亲切握手 我跟他关系贼铁了 我们是啊 怎么一起堂过枪的 一起堂过窗的 一起那个啥啥啥的 暗示 关系不一样 是吧 你把钱交给我 我帮你买啊 指定买着 然后我们怎么分点啊 你就信以为真了啊 是吧 然后转身又拿你钱 就跑路了 这叫诈骗啊 如果没跑路 你就风险 结果都是一样的啊 我最早听到我们PT的人啊 搞一些莫名其妙投资 这是属于不懂政策 不懂风险 不懂金融游戏规则 还有一种不懂行业 点心的 我们此群有一个小姐姐 投资影视 我的天哪 影视 你不了解这个行业呀 大家都看个电影啊 曾经有很多电影师小制作 据说那个战狼2啊 几千万啊 投资啊 然后挣了几十个亿啊 你看也是十倍回报啊 周期很短一年啊 甚至几个月啊 还有那个据说是那个胖胖的 原点的叫啥来着啊 那个什么李焕英那个电影啊 也是小制作特别畅销 这是赌赌啊赌啊兄弟们啊 首先你的赌对这个电影能够畅销 谁都没这水平 那导演 制片方 他都没想到这个电影啊 这么火 你说那名导演 张一谋呀 什么什么冯小刚啊 他也不是每部电影拍出来都叫做的 没有 这个跟那个到缅甸去买石头 概率差不多啊 大概率石头还是石头啊 什么疯狂的石头 我天 如果都是那么神奇 大家全疯狂 就到缅甸疯狂一把去吧 啊 因为他是小概率 偶然性 所以才成为故事 才引诱到你 你以为所有的都这样 那是你想偏了 想多了 上头了 然后那骗子就利用你这种心理 我们要 我们搞这样 我们要拍个电影 电影 一旦热销 哇 我们几十万就变成几个亿了 哎 然后你就上头了 你钱就出去了 然后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是吧 正规的操作 上千有风险 就是他确实拿你的钱去拍电影 电影也如期放映了 但是效果不理想啊 碰到一 也没有疫情啊 就是电影没人看 卖不动 收回了一千万 你投了两千万 亏了 这属于正常情况下 那不正常呢 遇到疫情了 啊 电影不让你放了 啊 再不正常一点 人家就没去拍电影 啊 人家把你钱一卷 消失了 是吧 打电话也接 哎 我们还没钱还不够呢 要不然再加一点 啊 现在导演 我们以后我们这个导演太太屁了 换了个高级的导演啊 高级导演要价高啊 原来那演员 都不出名 我们担心电影不好卖 我们请点啊 请点那个什么什么啊 这个当红的那个那个啊 那意味着啊 你再加点钱 哎 这是软刀子呀 他可以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告诉你啊 很快告开了啊 没问题的啊 就拖死你 因为这还违反了一个生意的规律叫隔山大牛啊 啊 你把钱交给别人让别人给你挣钱 还希望别人挣了还返还你 你是不是在做一个很美丽的梦 这个行业叫做委托投资 叫金融业 必须要国家监管 国家监管之下上前这么多骗子 不监管 遍地是宅山英啊 这一切根源就在于你 只追求暴力 暴力是存在的 可以追到的 但是你 走偏了啊 暴力一定是稀缺的 稀缺的啊 这世界上不管什么年代永远一个规律啊 挣大钱的永远是少数人 你要成为的少数人 怎么成为的少数人啊 思维上成为的少数人啊 不是 哎呀 那少数人是不是 少数人啥样到街上看看 人家穿衣服露前面 你露后面就是少数人了吗 那只是 那只是二的不一样而已啊 一定要认知上啊 这说来就复杂了啊 在这方面呢 我们可以啊 感谢这个骗子 他至少把一些套路给你揭露了啊 至少可以长点知识 我们看那个魔术 魔术看起来好神奇啊 哇 这也变出来 那也变出来 但是他一揭穿就不好玩了是吧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 那么同时你接 对魔术进行接地 你不是让那些魔术师就失业了吗 你就成为同行到里面的叛徒了啊 所以这方面啊 宅舍英 可以说他是良心商家啊 那么到了七块链时代 只是换了一个说法 是不是还有很多让你把钱掏出来 让别人去搞 搞了再给你 搞大了再给你 我想在此啊 奉劝各位啊 凡是让你把钱搞出去的 给你再好的承诺 你也不要动心哦 没有不要动心了啊 这都属于智商税啊 但那你心有痒怎么办 是吧 有的人呢 宁可我到交易所买几个币持的 是吧 买几个币在身上啊 我觉得这也比那种把钱交出去 不管他叫项目方也好 叫什么大导演也好 叫什么股权班也好 不管是美国的还中国的啊 你最大可能会被骗 因为钱出去 你不游不得你了 游不得你了 你买上一两个币啊 有人说现在你看 比特币都掉到这样了啊 我都看好他 没错呀 这个思维是可以的呀 反正都在你自己之内 你买了个币啊 把它转到钱包里也好 放到那个火币里也好 至少在你手上 千万不要给别人啊 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啊 我们Pplus的这个群体 有一定的时代代表性啊 几乎是这个年代 小老板的啊 中间具有冒险精神啊 的一个缩影啊 因为很多人在之前啊 没有进入Pplus之前 甚至没有进入并圈之前 玩过各种项目啊 比如说前两天 我讲张玉发被抓住了啊 被压到中国 那挺好大怪人心啊 希望这个案件公开审判 能给所有的受害者 一个交代啊 我的交代最好是带着钱的 不要给你倒两件欠 我判十年刑 没有啥 你只是解解气 解解恨 钱哪去了 是不是 成年人也要解气 也要解恨 但要抓住实质啊 比方说前两天 那个老巫婆 一泡把他打下来啊 是都解恨了 但是 太浮浅了 不是吗 我们是要那个倒啊 那是实质啊 可以展示被别人笑话啊 觉得哎 没面子什么都不重要啊 重要是把那个倒弄回来 我们现在等着我们的开往 别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把他 把那币弄回来 哎 是吧 管他那个 哎 几块钱啊 什么收益啊 那后话啊 第一步先能 安全的 把我们资产 搞回来 再说 那一点 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啊 至于说到时间啊 这个人说要快了 那个时候慢了 谁才说去啊 每个人都有 爱说的自由啊 不提 我们也有不听的权利啊 但是远远犯不照 犯不上啊 犯不上动物动粗啊 毕竟 毕竟咱的币不是他拿走的 对不对 他的 他 他也没有钥匙啊 他的嘴巴也没开过光 说了灵不灵 再说吧 万一灵了呢 往毫里想 可不是吗 是很多我们PT的朋友啊 一身是伤 一心是伤 已经没有力气了 听到你说什么项目就害怕了 就是我们说是栽的坑太多了啊 上了一档又一档 栽了一坑又一坑 对呀 到了PT是我们说是中心化时代的巅峰之作吗 很多以前做别的进来的啊 我们PT里面你看 有某某某会的是吧 有那个 NBI的啊 还有什么维卡币的啊 经过那个时代的 说的各山各派啊 就像 我们 在这个海边啊 他是由 各个的大江小河汇聚而来的啊 我们PT就是一片大海 让我每个人都早点得救啊 得解放啊 除了资产上得救得解放 我们的心灵上 我们的认知上啊 也有一定的基础的识别能力啊 不要任由自己的贪心被别人挑动起来 诱惑起来 又去做出啊 伤人害己的时期啊 就是这种统称为啊 委托理财事啊 就是你把钱给别人了啊 大概率是回不来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啊 就是从我们用区块来语言来讲啊 就是信任的问题 你错误的付出的信任 那就要上当受骗啊 你为什么会信任这个人呢 比如说翟山英啊 讲得头头是道 好专业啊 后来发现他 你被他骗了啊 经纪里面也有这样的呀 是吧 我们不能啊 不方便啊 不礼貌去举具体的例子 那么我事先啊 在我记得 19年8月份 我开我这第一个群的时候 那个群规里第一条就说 不要搞个人崇拜 不能盲目追星 是吧 人家骗不骗你 也取决于你能不能被别骗走吗 所有的追逐个人的行为 最容易就是让自己产生一个上当受骗的效果吗 我们说你再做个投资决策 投还是不投的时候 看项目本身 然而绝大多数人看人 人是会变的 每个人的认知都是有限的 不能说这个人是好人 好人干坏事的太多了 他也不想干坏事 只是因为他的认知有限呀 主观上没想害你 结果自己也被害的 这事太多了 是吧 自己也是受害者 可不是吗 当时初中时 虽然我们每个解剖这些案例 从每一个案例中 我们能够举一反三 长点记性 长点教训 但是啊 效果不好 因为啊 最难 人最难克服的人的本性 金融就是 金融就是建立在人的本性基础上的 每个人都有贪婪之心 那所有的金融套路 都是以暴力为诉求 正合你意啊 正中下怀呀 那骗子也是把握了这一点 涉及各种套路啊 让人不要贪 谁能做到啊 能做到吗 能做到了 那不就在深山里当和尚了吗 至少要学会一点点的辨别和分析啊 是吧 不可能每一个都像翟山音这样 而且在翟山音是已经得手之后的 跑出去了 再给你讲 哎 我是这么骗你呢 多可恶 多可恨啊 那么我们举一反三啊 他至少揭露了一个行列啊 所谓的股权投资 本质上是那样的啊 你可以以后见到股权投资就进而远之了 那么以后再见到什么机器人呢 智能狗啊 也警惕一点啊 我们当时 我们PT还没有关的时候 到19年的时候就是吧 很多访盘的 智能猫 智能猪 智能兔啊 好像都有啊 都是跟你智能狗来的 开了个动物园啊 结果都不见了 是吧 都不见了 是因为他们是假的 他们是查不到 半砖套里的牛水的 我们是能查到的 但是我们能查到的 不也是让我们难受的三年多吗 就算回来也是 小概率啊 真的是我们的运气啊 当回来之后我们再讲这个话 是我们谁也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啊 能够不断的从这些灾难啊 从这些遭遇 里面 找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 规律性的东西啊 吃亏上当不要有第二回 对吧 要吃一千 长一智 是吧 这样才叫成长吗 才叫进步吗 他不白白的虚度这么 多的苦难啊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最后还是祝各位心情愉快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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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